那么今天上午呢是讲到搜索和查导这个位置 当时呢我们高亮了Sbin 那现在的话 这个时候这个Sbin呢 它就一直高亮显示了 那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东西啊不好看 我不想让它高亮 这个时候我可以去取消它的高亮 那如果不取消的话 那当我们退出之后 你再打开的时候 它还是高亮 它永远会高亮最后一次 你要高亮的那个词 那这个就不大很好看了 所以这块的话 那如果说 我需要去取消高亮 则需要输入 输入这么一个指令 网号 NoHL NoHL 那么NoHL表示什么意思 NoHL表示 NoH-I-G-H-A-O-R-I-G-H-T No叫不要 Highlight High是高度 Light是亮灯光的意思 所以连起来就是 不要高亮 不要高亮 不要高亮啊 输入这个命令呢 它就会取消我们的高亮 那输一下 Mal号 NoHL 这时候就没了 高亮它就没有了 但这个高亮和今天上午 同学发的那个圣诞 圣诞 圣彩色是吧 是什么叫的 圣诞圣彩色跟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高亮 它只是给部分的单词加了一个背景色 然后他发的那个呢 圣诞圣彩色是整个单词 或者说所有的字母都有一个固定的颜色 那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 着色 这个呢 是高亮 两码事啊 不一样的啊 这边呢 叫NoHL 是用来取消高亮的 如果不想要高亮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来进取消 行 那么这个是第六个 一个完整的啊 叫搜索 或者说插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命令 下一个命令的话 那么除了搜索 我们后面呢 还有一个替换啊 还有一个替换 那么接下来第七个替换指令 那么替换指令呢 常用的替换指令呢 一共有四个啊 一共有四个 那四个 先看第一个 我们首先呢 需要去输入一个冒号 需要输入一个冒号 冒号 然后S S什么意思呢 S那么可以把它称之为叫 LTR R1 P L LTR REPRASE STR的话就表示 它的全称叫 词郡 词郡叫字符串 字符串 REPRASE呢 叫替换啊 所以呢 它以S开头 S开头 然后S开头之后 后面的话 后面的语法呢 是干 要替换 我们得知道一个东西 你要替换什么字符 你要替换什么字符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搜索的 关键词 你要替换哪个关键词 那么搜到之后 你得告诉他 你要把这个关键词替换成什么东西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新的内容 新的内容 这是第一个语法 那么第一个语法的话 我们可以先去执行一下 看看它是什么个效果 行 那么这里面的话 是不是有好几行都有这个login 或者说Sbin 行 那么现在的话 我现在把这个放到哪去呢 放到第二行 放到第二行 第二行这里面 注意看这个结果 我为了看明显一点 我先把这个第二行呢 先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粘贴一份 也就是保留一个原始的版本 然后接下来呢 我把光标放到第二行上去 开始按照刚才的命令来啊 那么这个案例的要求呢 就是说 我需要把 把这个 Bing啊 给它替换成 替换成 另外一个字符 行 那就替换成Sbin吧 行 按照语法来 S 杠 替换成谁啊 Bing 替换成什么 Sbin是吧 行 注意看结果啊 注意看结果 什么结果 第一行这个Bing换了吗 没换是吧 然后这些 是不是本身就是Sbin呢 对吧 没有变化吧 它没有出现说两个S 后面加个Bing吧 没有 然后再比较一下 第二行 是不是多了S啊 第三行变了吗 没变 那这个的话 这个命令表示什么含义呢 能猜出来吗 对啊 那这个它表达的含义就是 替换我们的光标 所在行的第一处 符合条件的内容 因为它只换了第一个呀 你看后面这个Bing它换了吗 它没换呢 后面还有三个Bing的 它都没换 所以这个的话 它只是替换了第一处 后面它没替换呀 那我们怎么再去验证一下呢 我再把这个光标放到下面行去看看 我同样还是执行这个命令 比如说S杠 我要替换Bing 然后呢 替换成SBing 这时候注意看一下 看是不是只是第三行变了 其他有没有变化 其他变了吗 其他也没有变 所以这么一验证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说法 它成不成立 成立的啊 这是第一个语法 语法一 只是替换光标所在行的第一处 符合条件的内容 那么除了第一处的话 那如果说我想换后面的呢 或者说我想把后面三个也换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得用另外一个语法了 那这个语法的话 它呢 和我们上面这个呢 有点像啊 S搜索的关键词 斜杠 新的内容 斜杠 加个记就行了 加个记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个呢 它表达的含义呢 是替换我们光标所在行的 全部符合条件的内容 全部符合条件的内容 那么光标呢 依然放在第二行 看看结果 S杠 我要扫这个病啊 然后呢 把它替换成S病 并且呢 我加个杠G 那么现在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个命令按下去之后呢 它能够像我们这个描述这块写的内容一样的话 那最终的结果应该会怎么样 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 会多一个S是吧 变成了SS病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呢 S病 这个呢 S病 这个呢 SS病 是吧 行 那么看这个结果对不对啊 对了吧 前面两S 这边呢 多了S 这边多了S 后面呢 又两S 但是这行变了吗 其他是不是也没变 其他也没变 那说明的确是我们光标所在行的那个操作 那同样我们可以验证下面这个 S 找病 替换成S病 杠G 也是一样的吧 并且你看下面这个提示 替换几次 四次 几行 一行 那四次 刚好我们这一行就是四次 所以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有疑问了 咱这两个命令都是局限于当前行 而我们好多这个 像这个word呀 它能支持什么呢 它能支持 全部提换 就是整个文档都能进行提换 那这个时候的话 这两个就感觉有局限性的严厉 一行一行提换 那我提换一次一下光标 提换一次一下光标 这太累了啊 所以这两个命令呢 它只是基础 我们后面呢 还有针对于整个文档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整个文档的了 网号 百分号 S 杠 搜索的关键词 杠 新的 内容 那它所表达的含义呢 我们先不着急写啊 先看看效果 先看看效果 这样那 这时候呢 我把光标呢 我就还放在第二行 还放在第二行啊 注意看这个结果 百分号S 杠 S并 杠并啊 杠并 换成S并 好了 后面我不写东西了啊 注意看这一次它执行会有什么效果 来看看啊 它提供了多少次 35次多少行 35行 那数学咱们都学过啊 35次35行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是不是一行一个 要不然它不可能达到35 那肯定是一行一个 但是我们有的行路里面 它一行的有好几个 一行一个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 它可能只替换了第一个 来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这行有三个呢 我们替换成S并了 你看这地方它也没有多个S啊 而且这地方都没有S啊 是不是 那说明它应该是替换了我们 所有行里面的 第一个 所有行里面的第一个啊 所以这个呢是表示 替换我们整个文档中 每行的 第一个符合条件的内容 那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呢 这个命令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 对 加个G啊 搜索 搜索的关键词 然后呢 新的内容 杠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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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呢就表示 替换我们 整个文档的 符合条件的内容 整个文档的了 所以呢 这个命令 我们再执行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 我把这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 并吧 所有的并都给它换掉 S 杠 并 杠 我把这个并呢 换得更明显一点 我换成 XXXX 4X 杠G 因为X这个东西 长得一样的 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 搜 没高量 当然没高量了 因为我又没有搜XXX 之前不是搜的SB吗 P没提换掉 47次多少行 35行 那这么一匀的话 其实有一些行 肯定是有至少有两个的 对吧 所以应该是全部提换了 并且呢 我们已经看不到有高量的了吧 那说明SB还有没有啊 没有了啊 因为B里面都换了 所以在里面没有了 我们看到的都是X了 都是X的 如果不放心 那么你搜一下 你搜一下并 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 找不到模式并 就是说找不到匹配的记录 这样的话就能全部给它替换完了 那这里面呢 要说的就是这个G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 百分号呢 到底什么意思 百分号呢 表示 整个文件 这个呢 其实我们对照一下 就能猜出来了 因为上面都是光源随带行 后面呢 都是整个文档 整个文档 所以百分号 上面没有 下面有 那百分号就表示 整个文档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G G表示 小G啊 不是大G 小G 小G呢 表示 全局 表示全局 全局 全局叫 GLO BAL 叫Global 这么来记 全局 Global的意思 表示全局 因为前面呢 它不表示整个文档 那么在整行里面 全局 那就是一行 那百分号表示整个文档 全局就表示整个文件 整个文件 所以呢 Global呢 表示全局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是第七个指令 叫替换指令 那么后面的话 这里面关于 漠行模式的命令呢 咱这里面就基本上 差不多了 关闭有了 搜索有了 替换有了 保存也有了啊 那么第八个的话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东西 叫显示 行号 显示行号 因为我们很多边境器啊 它呢 都有这个行号的一个功能 那特别是 今天上午我们看的这个 高级版本 对吧 这个行号很有用 为什么说它有用 其实你一看就知道 你的光源在多少行 12行 我都不用数的 所以这样的话 很方便的 但是我们在VRM里面 你会发现 它没有行号 它没有行号 所以看起来呢 就怪别扭的 比如说 我现在在这一行 我想跳到下面的 多少行多少行 你还得数一下 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可以让它呢 给我们显示一下 这个行号 怎么显示行号呢 行号我们需要去输入 输入一个命令 命令呢叫 网号 SETNU 网号SETNU NU的话 NU怎么理解 对 NU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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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词 就是数字嘛 显示数字 数字不就是行号吗 所以这地方的话 就可以显示行号了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网号SETNU 那这时候就有行号了 那一看 我知道第四行 一看就知道第四行 然后最后一行呢 35行 没问题 那么行号显示 就已经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又不想显示了呢 如果不想显示 如果想取消 则 输入 SETNU NU NU 就是不要显号 就不要显号就行了 好 试一下 SETNU NU 它又没了 又没了 但是这个行号 需要注意一个小的细节问题 就是这个行号啊 它只是临时显示的 只是临时显示的 几个意思呢 就是当你退出之后 你再进来 又没了 那这时候 如果你再想显示 好 SETNU 再来一次 这个呢 就比较麻烦 这个命令呢 也不需要你去记 因为我们后面有解决办法 可以让它永久显示 暂时呢 只能这样 设置一次 一关闭就没了 这个呢 有点像怎么 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hostname说 咱先不要去记那个命令 因为你设置完之后 一重启就没了 你记它干嘛呀 是吧 但是这个命令呢 还是希望大家记住 以后呢 你只要设置一次 后面呢 它就会永远显示 这个具体怎么设置 那就是我们后面的事了 在后面的地方呢 有个扩展 会讲到这个vrm的配置文件 当我们配置好了之后呢 以后就不用管它了 这个比较省事 这个行号的话 SETNU 一定要记得它 因为后面我们做配置的时候呢 也需要用到这个命令 所以先注意一下 叫SETNU这个命令 好的 那么默航模式下呢 会这个八个命令呢 就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能够实现它的一些基础操作 搜索呀 替换 显示行号 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 保存退出等等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